翻譯 歡迎請今天正理大會的錄台的人 先聽完你們補合的問題後 太視又打的 من來做說明 好,那開始 我想我請教一下 您可以介紹一下自己的選擇 我是在宜蘭中道,我先量 我想問那個農糧署的那個書組 我有聽說那個 就是營養午餐那個 就是營養午餐那個問題 他說現在是午餐吧 可是我要問的是說 這些營養午餐小朋友絕對不會喜歡吃 因為那個都是 就是就好像我們當兵吃的那個糧食一樣 因為放在公糧裡面的怕長米頭 它的那個濕度都是會十三度 或是底下的那個 就是那個乾燥度會乾燥到十三度 那其實那個吃起來就是不好吃的米 那你說叫我們 小朋友去比說吃飯比較好吃 吃麵包好吃 但小朋友去說吃麵包比較好吃 因為那個米就是不好吃 那個米就是不好吃 所以我意思說 有沒有比較好的辦法就是說 讓這些業者去標售這些營養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請這些工人工廊的地方 可以讓他去拿那些湯類的那些米 那些米 比方說它的那個乾燥度有十四度十五度的 讓這些小朋友知道米 他才知道那個是新鮮米 但才是好吃的米 如果小孩子從小就知道那是不好吃的米 他就覺得這個米不好吃嘛 那我們的這個 我們會有所謂的什麼糧食 就是那個吃飯能有什麼會增加呢 謝謝 這個是到米生產者的問題 好接著 請幫我來看一下這邊的千塊也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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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雙溪國小的家民主婦家長 然後我同時也是這次代表遇到出來參選的候選人 那我想問了兩個問題 一個是針對教育部跟新北市的 剛剛簡報的朋友想問一下就是 在營養師的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這樣整個五六個報告這樣聽上來 發現其實營養師是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如果我們要 以我們實際的經驗就是 如果我們要把這個責任放在老師跟家長的身上的話 看來其實還有一段路要走 那最快能夠進入這個系統去改變問題的是營養師 那我想知道就是以目前教育部和新北市的資料 就是我們現在全台灣的各國中小學的營養師 是不是已經到該有的那個人數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那個農委會的部分 我想其實我非常認同剛剛那位農友的說法 就是我要告訴大家一個真相就是 小朋友不愛吃營養午餐 不要怪他們 因為你們老師也不愛吃 如果你們去吃過 這個問題就在於說 它的蔬果跟米真的是不新鮮的 而且就是今天農糧薯提供的是白米 那我想問的是 培芽米跟其他的五穀雜糧 農糧薯有沒有可能比照半 還有一點是我們就想要採購的問題 今天每次到了柳丁盛產季節 香蕉盛產季節 我們今天就會 學校就會收到公文說 鼓勵各個營養午餐的廚房 能夠去採購這些 就是價格名跌下來的那種產品 但實際上呢 其實我們的校園的營養午餐的 不管是公辦也好 或是像台北市市團善 那這些廠商他必須要進到一般的市場去採購 我的疑問是 當我們家長 我們主動要求 我們也是個小學校 我們主動要求說 沒有關係 在塑化劑之後 我們發現了 我們小孩圍住一個兩個 我們午餐多個五塊十塊 有什麼關係 我們寧可要求好的品質 而不是等到出問題之後 我再去發醫療費 然後去醫院裡面 可是問題是這跟法規有關 就是我們家長要求漲價 漲五塊十塊 但實際上呢 學校不改 那校長給我們的答案是什麼 他說 他怕被議員和立委抓去罵 就是說你土地藏傷 那就變成說 法如果不能修改 其實學校動不了 那只能每次做那種成果報告 就是比如說會變成校本特色 可是問題是有多少老師 真的對這東西有認知有熱情 那所以我覺得其實 農委會這邊可以 我們至少在整個 國家的食物政策沒有改變之前 那教育部跟新北市 其實應該說整個台灣 所有各國中小學的營養士部分 他們是第一線幫我們孩子們打官的部分 那第二個是農委會的那個 這些農糧採購的部分 就是你有沒有可能能夠建立一個管道 就是其實是幫助我們的小農 而且就是不要再讓營養餐變成 現在只是採購法下犧牲的一個 不好意思 好 那等一下就請教育部跟農委會 能夠就這個問題能夠提出回答 各位 這個本人有兩個身份 第一個身份是兩個孩子的爸爸 現在是台北市信義國小 家長會的委員 監管營養午餐 所以我就這個身份 我想要跟教育部負責的官員 我這邊有一份學校的採購合約 我看過合約了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合約這麼糟糕 怎麼這樣糟糕 一餐規定50塊 50塊裡面 各位我只是看 我還要去積合 我每個禮拜四去吃小朋友的營養午餐 各位我看到什麼營養午餐 今天的菜單 菜單上面寫著五股飯 各位我吃到的是白飯 我問他 請問五股飯 是怎麼樣呢 這比例有問題 那我今天看到的菜在做 蝦 蝦仁白菜 我沒看到幾隻蝦 我今天看到的是瓜子肉 我沒有看到多少肉 各位 不是要監管嗎 50塊 我剛剛經過一個台北市 這個很普遍的50元便當店 我就順便買 買了一個便當 這個就是50塊的便當 我必須要告訴各位 我所看過的營養午餐 沒有一個比這個豐富 OK 好 那所以我的問題是 請問教育部 為什麼 我們 我們的這個 營養午餐的合約 不能夠像採購法 今天買一張桌子 買一張椅子 買一台電腦 是不是上中信局的網站 有清楚的規格 當我去 視察 這是台北市最大的 兩家營養午餐業者 好我不想講名字 兩家最大的營養午餐業者 我說我作為一個要監督要驗收的家長 我還不是驗收食材喔 我只是問你 我怎麼驗收 你可不可以照張照片 因為我去班上問班上的小朋友 因為我們這些大人在討論所有問題 小朋友沒有來啊 吃的是小朋友 你們在討論什麼啊 小朋友問他說你們吃得好不好吃 有很多人跟我說好吃 有很多人說不好吃 因為他們已經不定了 那更 更多的是沉默的抗議 那有些班上說吃不飽 那我就說請問你們 分量怎麼弄 後來我們才發現說 他們計價是一份50塊 以今天多少人用餐去計價 當我請他依據我剛拿那份菜單 要驗收的時候 我說我要驗收 可不可以你照張照片 並且標注 因為每個班 比如說我們小朋友班25人 可能只有20人定養午餐 他只有20人計價 那我要計價 我總要知道你的飯菜分量足不足夠啊 你不足夠表示我都還不談安全 所以有問題 我只是希望你按菜單做 光按菜單做都做不到 那為什麼呢 這裡面的環節 剛剛有位張小姐提到營養師 我要跟 這個你不必關於回答 我回答你 我自己的 我另外一個身份 是原位便當的老闆 我們店裡就有營養師啊 他也在學校做過營養午餐 在一些大的廠商 營養師在所有的營養午餐業者 沒有任何角色可以發揮功能 他是吃擋劍盤 所以我們營養午餐 只看到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只有安全 沒有營養 OK 這個是我看到的問題 所以我要請問就是說 我們如何讓營養午餐的監管 跟合約 我們去買一個房子 至少會寫幾坪嘛 包括什麼東西 可是我們連菜單的內容 我們問業者 業者很好笑 隔天還跑到學校 怎麼找一個這麼專業的家長 來找我們麻煩 下學期我不去 你不需要飆了 欸 這就是我們的業者 欸 那我們怎麼期待他有什麼結果呢 另外 對不起我再一點點時間 就是說我呼應 剛剛兩位提到的公糧問題 我們小朋友的教育 除了我們以前講的五育經文之外 食慾啊 吃東西這個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小朋友小時候吃的就是這種公糧 我曾經拿我店裡的米 CMS一等米 跟學校的這個米來弄 我說你是不是用公糧 因為公糧 口感不好 這個大家已經有講過 你如果從小培養小朋友就是這樣吃 那很糟糕 還有一個最大的低端 因為台北市是團三業者代買補餐 我就聽過就是代買食材 那我就聽說學校蓋大印 他們就可以去申請公糧 他的食材成本就降低了 可是他不會因為他食材成本降低 說五十塊變四十五塊 不會的 那錢到哪裡去了 對不起 這個請各位參考 監督的機制也請等一下相關單位能夠回覆 好接著第四個 各位好我是副女團主任 剛剛農糧署有提到 正在發展中的結切的水果 現在只有二十三家的處理 那我不知道說這個有什麼流程 或者是規範 就是說它送來的 這個結切的水果 這個食材是有氣的還是一單性的 這個 然後用水洗的這個幾道手續 然後或者是說這個處理碗 直接送到學校的這個 製設廚房的這個營養午餐的這個學校 或者賣到這個超商或大賣場去 那如果說兩天裡面沒有賣完這些 是不是要注意到 因為那也可能營養流失了 或者是說不吸錢了 第二個就是說 你這個健康農業四神湯的湯頭 就是極緣湖 我當然已經今年 年底已經發展到 四萬六千多公頃 我到現在 我知道這個很有名 但是不知道 這是農委會的直屬的公務 或者是被 就是委託單位 是委託單位 或者是公家機關的話 我們是如何去訪關 因為它這個 越來越 氣座越大的話 那我們這個 就是說 對我們的健康影響會越大 我們不了解清楚 可以回來 謝謝 那這個你等一下幫我們做回應 還有一個第五個是不是 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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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林老師 你好 你在聽廣時聊 也在替教育局做個計畫 關於營養午餐 我先請教教育部的請醫師 剛您提到的契約範圍制定 有立法嗎 還有跟行政命令 有沒有什麼錯 謝謝 謝謝 好 那五個問題 我們先請農委會的回答 再請教育部回答 再請新北市的農業局回答 然後最後我們也請柯蕭寶官 能夠幫我們做今天一些回應 來 第一位是宜蘭廖先生 廖先生臉內行是重道的 那我跟各位說明 學校營養午餐的你 農業都是經過農業所檢驗的 那你特別說公糧十三度 那我跟 我跟你也講 我們現在大概有很多供應了 有很多公糧業者 習上他直接就是用冷藏口來儲存 那冷藏口儲存 不需要只要 那就是這裡面 這裡面 跟你提到就是說 比較能夠維持那個死味 的一個方式是一樣 我們就這樣 我們公糧有一塊 就是在半年內要使用完畢 擺在這一個低溫的產品 就是供應經常糧 那供應經常糧最大的一塊 就是協校營養午餐 協校營養午餐 所以這一塊 習上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我們在 衛生安全上 尤其在 榮耀殘留的抽選 我們都必須要 通過相關的一個規定 那有個長榮儲存的道理 我想重道理也知道 習上最新鮮 那另外協物業公用 公益業 絕對是當企 當企做的一個道理 也就是最新奇的一個道理 所以這個 這一塊 我們一直有在做相關的一個 法官的一個機制 那我們也希望 從血統 能夠使用我們 國產的一個道理 來養成吃飯的一個習慣 那另外還有剛剛一位 特別有提到就是說 這是第一位 那第二位是 張小姐 張小姐提到的一塊 我不太了解 那特別有提到就是說 龍委會採購的一個管道 我想 如果 各級協校 那今天我講的都代表 如果你們在採購 生鮮的這一些 農產品 有需要 農業組來幫你媒介 來幫你介紹 我們 樂意幫忙 那因為 採購的管道很多也 那我知道 有很多團善別者 他直接就進 他就到國菜皮蛙市場去忙 那有一些學校 如果是你要指辦 或是你聽了我剛剛的介紹說 原來 政府機關 農委會可以用所謂的健康 四神堂 有所謂四種產品 是經過 政府現在 定期每個月都一直在抽的 都在抽錢的 那也有驗證標章的 出問題都可以追到最重的生產者 那你對於這四項產品的通路 如果你有需要幫忙的 我們都很願意來媒介 來媒介 但是這裡面可能牽涉到 很多剛剛你們提到 這個要由教育部去講 很多企業的規範 或是政府採購相關的規範 但是如果說你們有 學校指辦營養午餐的 或者是你們有監督學校 像剛剛有特別提到有家長 需要去驗證 需要去驗收的 那你們對於生鮮出國產品的來源 你們希望有政府經過法官的 那我們願意來幫忙 因為農委會有福島的單位很多 農島的單位很多 那這一些供應協同午餐 這一些生鮮的出國 當然他們管道也很多 那基本上要來提供這些 補合衛生安全的 這一些廠商 都會有一套機制 而且有福島的很多 我們也豔利 有這一個機會 來媒介 來進行雙方的一個合作 還有 第三位特別提到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什麼監督的一個方式 那米的部分 我剛剛已經有提到 還有另外第三位先生是特別提到 就是說 除了米之外 能不能再供應其他的米 那這一塊因為有很多協校 也有反應 那我們從 一百協年度的 一百協年度第二協期 就是再過來這一個協期 除了白米以外 其他的糙米 我們也可以看望 協校來做申購 這個也在這邊跟你做這一個說明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第四位是主戶聯盟的代表 特別提到 生鮮結切的一個蔬果 我剛剛提到那個是 我們虎島的農民團體 那這些虎島的農民團體 當然很多 那我講二十三家 二十三家 尤其的 CAS 標章的人 有經過CAS 去認證通貨 那生鮮的結切蔬果很多 你 我有幾個例子 你到前省的7-11去看 都有所謂的生鮮沙拉 OK好 有所謂的生鮮蔬果 像生菜沙拉杯 那個都是我們虎島 林寅縣西湖合作農場的產品 還有很多 結切的一些蔬果 那這個是已經可以直接使用了 在 在這一個 量貨店超市 有直接 在超市有直接銷售的 另外還有一塊就是說 大概你特別提到就是說 可以供應給鞋桶 那可以比較大的一個標準 包裝 那就由這一些 解切處理廠 它可以把整個已經 像高麗菜 它整個都已經清洗過 也切過 那就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就可以直接送到管三業者 我們現在連國經 有很多單位 我們國經的護士 都訂購 這一些 生鮮的結切蔬菜 不需要再經過 棄除外業 也不需要經過清洗 由這一些 生鮮的結切處理廠幫你處理 那未來為什麼要發展這一塊地 因為蔬果裡面 有很多外業的產紗 那如果在產地啊 直接就把它清除掉 不用送到大台北地消費地 用而黃靠 你送到消費地 在台北市都要當成垃圾 還要垃圾處理會 你在產地 把這一些蔬果產紗 處理掉 還會在產地啊 當成有機會來利用 OK好 這個是大概 因為時間的關心 我簡單回應到這邊 謝謝 抱歉